2018年的10月1号 悠扬的国歌声从上海船厂1862缓缓传出 上百名的时尚同模在灯光闪耀的梯台上 庄严的兴起对立 那一刻包括中国服装协会陈大鹏会长在内的 众多嘉宾都不仅热泪盈眶 由中国服装协会和上海时尚制度策定中心 联合举办的2018中国国际儿童时尚周 就这样别开生命的拉开了帷幕 本次时尚周的一个主要的着力点 就是为了引领中国童装品牌的一个发展的新趋势 提升他们在国际上的时尚话语权 本届的儿童时尚周 以这种趋势发布 设计师的输入展 以及这个儿童时尚IP的艺术装置展为主 除了这种儿童潮服的发布 还有一些国内外顶尖的领军型的儿童品牌的发布 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关于校服的趋势的发布 这种校服的文化 它往往能够代表着这种新时期中国少年儿童的一个精神面貌 从甲骨文的高端校服的这种趋势发布上来讲呢 这个品牌呢 这个品牌呢着重是在这种面料的功能性 以及安全品质上下了很多功夫 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秀场发布期间 有一些小孩子在胸前有一些发光发亮的材质 那实际上呢也是这个校服设计者的一个良苦用心吧 中华大学的这种学生设计团队 他们的这个设计作品呢 可能更在这种时尚性做了很多的突破 像陈文老师又很创新的把牛仔面料应用到这种校服的设计中来 我觉得可能都会给台下的观众一耳目一新的这样的感觉 更像国际化来接轨 通过这次的儿童时尚周呢 首先我们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那就是对儿童日常生活中的着装礼仪 能够起到一定的引导的作用 我们当然也非常希望通过我们的趋势发布 通过我们不断的向社会上的传播 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一些认同 真正把我们这些所谓的设计师也好 这种校服品牌 他们的努力真正能够落实到社会中去 让中国的每一个小孩子都能够穿上设计新颖 然后又具有安全性品质好的这样的一个高端的校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